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进行包装的 阿尔西是以这样一个载具形态直接包在里面的 另一个包装我就直接撕开了 内部所附带到的是这些配件 首先是一个可替换的脸 这个替换脸应该是还原到86大电影当中的一个戴眼罩的形象 随后是一把有做分色涂装的长枪 一把粉色的手枪 以及一把灰色的小手枪 这其实就是纯塑料色了 随后是这样的两对替换手 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车子拆出来之后翻到底下是没有安装一对手型的 这么说来其实它就只是另外附赠了一对替换手 为了大家可以更加清晰的对比 同时也是我个人比较懒 就同时替换上了两种不同的替换手 大家进行一下对比吧 我们也是直观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安装上替换手之后这个接地的效果 不过说到滚动的话 我发现这个滚起来后轮基本上虽然说是完全贴着地 但是都不带动的 整个车形态的一个漆面表现 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透明的蓝色车窗做的也是相当的漂亮 那车形态给我个人感觉主要的问题就是处在这个轮子有点难滚 并不是说完全拱不动 可能是里面螺丝拧太紧了之类的问题 导致比较的难滚 然后这一块是不是对比我印象中的阿尔西 好像稍稍的肿了一丢丢 那接下来我们将这款阿尔西变形成人形态 首先将车尾两侧白色盖板 延关节翻出 松脱车尾两侧卡扣 将腿部 延关节拉出 再向后方旋转 两腿底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滑槽 我们延滑槽将脚底板件上推 手部 延关节向前旋转 将车头两侧盖板拉开 哇 这个卡扣真的第一次变形的时候非常的紧啊 大家把玩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背包 延关节向下旋转 直到这个蓝色的挡分玻璃 贴紧身体 再将车身 延关节向后旋转 将两侧带有卡扣的盖板向内按压 车身呢 我们延关节旋转向上 扣盒 两块白色的盖板呢 可以延关节直接向外旋转 来包住这一半边的背包 或者呢 是通过这个粉色的双关节啊 直接给它向内旋转 两种收纳方式的区别呢 就是其中一种这个粉色的部件会外露在它的身侧 从正面会直接看到 将头部拉出 并延关节上翻到底 面部 延关节向下旋转 手部和胸部呢 延关节上拉 整块板件我们进行到一个180度的旋转 这时候背包的话 我们要注意到一定的避让 车头盖板 我们延关节外拉 再延双关节向腹部翻折进行到一个收纳 随后我们延关节向下翻 内部呢 有凹与突可以进行到一个结合 整个胸部板件呢 我们延关节向下按压 注意啊 这一块我们要使力的方向是手指 对于这两块白色板件交接的那个点位 45度角的力气向下按压 这样可以让它比较完整的扣合 将臀部上推 两腿打开 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存在的卡扣向后旋转 将两脚呢 延关节向前旋转 最后将它颈部向前推 贴合这一块 好了 那我们这块二星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这个二星的人形态啊 给我就个人而言的话呢 我能给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分数 虽然说这是一个小比例玩具 但是呢 面部的妆容和五官的刻画 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腹部的一些细节呢 也是进行到了分色处理 人形态 我认为唯一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呢 就是大腿内侧这个插栓 我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明明可以直接忽略到这一块的这个插杆 然后将两腿直接翻转向内 因为好像载具形态下 里面也是可以很好的固定住的 但是这一块就给我感觉非常多此一举吧 导致你人形态的时候看到里面藏了一个 就是像挂了一把手枪在这个位置一样啊 而且它这个向后旋转的关节设计的角度还不是很大 就是导致你向后旋转完了之后 哎 还是会外露一大块 那你可能只能部分角度看过去的话 这两个腿比较正常吧 但是翻到别的角度呢 就显得有一些怪异了 那武器的搭载方式呢 就是直接通过握全手啊 进行到一个按插 要将脸部替换的方式呢 就是将这个面部向上旋转 看到这一块有个接口 我们给它给拉开 再将这一个替换脸 中间这一块的凹槽对准这一块给卡进去 向下旋转贴合 就完成了脸部的替换 这个眼罩脸呢 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可以看到眼罩的部分做的是金属色的涂装 那这个反光起来特别的漂亮 那最后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阿尔西的可动效果 首先是头部360度的旋转 同时它也可以进行到一个相当大幅度的抬头 手臂部分呢是球关 平举没有问题 并且可以进行到360度的旋转 以及大臂也有一个360度的旋转关节 左关节呢是一个双动关节 可动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 手腕部分360度旋转 没有任何的问题 腰部呢可以做到360度的旋转 并且弯腰的幅度也可以达到近90度 跨部前踢以及后踢稍稍受阻 但是平踢的话没有问题 大腿部分360度的旋转 膝部呢是一个双关节 可以做到这样的屈膝 以及小腿部分 还有一个角度的可以旋转 而脚底呢是球关连接 所以说前后以及左右的接地 都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那么整体啊这个阿尔西就我个人而言 漆面表现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 以及这个替换脸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人形态如果不是大腿内侧 这根连接感的外露的话 我能给到一个更高的分数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一同 简单开合把玩分享的 来自于NA的阿尔西 如果你也喜欢摸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或者私信 与我进行讨论和交流 期待你的点赞和关注 我是海岸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